马车上君北月淡淡问道 现在可以说了吧 白礼尾声一份认真的模样 低咳了几声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我正巧呢也要去南兆 有正巧遇到你们 咱们是同路吧 君北月和子晴仅是一愣 真没有料想到会是这件事 南兆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去的地方 子晴抢先开了口 一般君北月在的时候 他可都是沉默的呀 我是应南兆兽族之邀 白礼尾声说着 急忙从袖中掏出一份邀请函 生怕君北月他们不信 君北月不用多看 撇了一眼信封 就知道这是南兆皇室专用的邀请函 兽族 你跟兽族是什么关系 子晴又问 我是兽医 只要势头禽兽 不管什么疑难杂症 只要遇到我保准要到病除 我可是兽族的座上贵宾 白礼尾声骄傲道 子晴不自觉朝君北月看去 只见他俊脸都轻了 这家伙也曾经算是白礼尾声 要到病除的对象吧 兽族邀请你参加此次婚礼 君北月的声音分明冷了 没有没有 邀请我去治病的 南兆已经高温半个多月了 听说病死一群大象 南兆王都急了 兽族长很早就找我了 可惜这邀请函现在才到我手上 唉 我大洲的南疆大门可不是随便可以出入的 你又不是我大洲人士 入南兆大门 要南兆王室邀请函 而从大洲南疆大门出 则需要大洲王室许可 就像楚飞燕这种大公主也不例外 否则楚飞燕也不用求着借到了 君北月这分明是试探 他也不清楚白礼尾声是不是大洲人士 我是 白礼尾声立马辩解 又往宽大的袖子里掏 掏了好久才掏出一本泛黄的小本 君北月对这东西 可是比对南兆王室邀请函还要熟悉 这正是大洲家家户户都必备的户籍册 大洲身份的象征 龙渊大陆里就大洲有这东西 为的就是南疆大门的出入安全 册子上头必定会有当地衙门的印章 子晴也胡意了 接过来翻开一看 只见这并非是一本普通的户籍册 而是一个门派户籍册 正是当初君北月请白礼尾声喝酒时 白礼尾声说的龙门派 观印子晴认不出 却逃不过君北月的眼睛 君北月的表情告诉他 这东西是真的 古人言 在家靠兄弟 出门靠朋友 要王爷 小弟如今无依无靠 就你们两位朋友 此去南兆 艰难险阻 凶险重重 还望能拉小弟一把 刷上小弟 白礼尾声又作医 似玩笑 又似认真的态度 让子晴和君北月都琢磨不透 君北月眼底 略过一抹复杂大趣道 白礼公子严重了吧 我大洲境内 一片盛世安宁 路不时宜也不避护 通往南兆之道 更是安全 何来艰难险阻 凶险重重呢 君北月说吧 认真看着白礼尾声 子晴更是认真 这家伙 自许无所不知 必定有过人之处 君北月和子晴 此去南兆 为的是探孤岛的秘密 某种意义上来说 确确实实是艰难险阻 凶险重重啊 难不成 白礼尾声说的这一路上 是暗示的 却是南兆 他是兽族的座上贵宾 他在南兆 可比他们这些受邀 参加婚礼的人 更自由 然而 就在君北月和子晴 狐疑之际 白礼尾声却挠了挠 后脑勺 尴尬而笑 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 我都不知道呢 误会了 误会了 这话一出 子晴第一反应 又是看向君北月 果然 这家伙的脸不是青 而是直接黑了 无疑白礼尾声 耍了他们 而且顺带着 嘲讽了君北月一把 大舟虽然安定 但是怎么都称不上 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啊 既然是误会 白礼公子请吧 君北月冷冷道 古人言 这在 古人言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怎么道不同了 咱们都是一起去南兆的不是 你去兽族 我们去王城 总得 先一起到南疆大门的不是 我们走官道 你走民路 韩子晴 好歹相识一场 顺路同行 蹭你们几顿饭 你就这么小气吗 终于 白礼尾声看向子晴 子晴兴兴的 没有说话 君北月直接掀起车帘 白礼公子请 南兆见 白礼尾声好脾气 眯眼而笑 要王爷 这古人说得好 君北月一脚抬起 对准白礼尾声的屁股 立马让白礼尾声闭嘴 自觉地退了出去 只是 他并没有走 就是跟在马车旁 君北月看也不多看他一眼 甩下车帘 而就在这个时候 子晴终于是忍不住 扑持笑出声了 他当然知道 君北月不是小气 并不会过分地 对一个客人这么无礼 君北月是在试探呢 白礼尾声自己找上门同行 必定是有原因的 拒绝他个两三次 看他还不把狐狸尾巴露出来 见子晴笑 君北月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没有出声 捧起书卷 移在一旁看 他 他真的是兽足兽医 子晴很想认真问 只是 一想起白礼尾声刚刚那句 只要是头禽兽 便忍不住无嘴而笑 君北月抬眼看他 冷冷的 影子 传令下去 闲杂人等 一概驱逐到关道一里之外 自情乐乐 他知道 白礼尾声既然来了 绝对不会走的 这一路 不会那么无聊了 电君北月没有理他 他也拿出了一张琴谱来认真研究 至今卡在一段曲子里 怎么谈怎么别扭 总觉得 似乎少了点什么 而车外面 时不时传来白礼尾声的古人说 古人说 似乎和影子吵起来了 这边车队赶赴南兆 而另一边 在浩瀚的东海上 一排船队 也正赶赴南兆 船队浩达 令人一眼看了 便知道这是东秦的船队 放眼龙渊大陆 能有如此船队的 除了南兆 便只有东秦了 虽说南兆王这一回 娶的是西楚的长公主 但是南兆王为了避免众人 以为他有意卷入龙渊大陆 其大国的争斗上 所以还是邀请了 和西楚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东秦皇室 也邀请了和西楚正打仗的西京 哼 南兆王就是个孬种 既好女色 又要明者宝身 他若是不邀请东秦和西京 本公主还会敬重他几分 宣元昭西站在甲板上 副手深厚 虽为女子 这架势却不输男子 公主 太子殿下已经进去那么久了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侍从低声问道 前几年南兆盛会 南兆王曾经几次邀请过诸国国君 东秦女皇都以身体欠安为理由 让使臣代替出席 而这一回 不仅仅宣元昭西来了 东秦女皇也亲自来了 宣元离歌一上主船便被召见 如今已经整整过去了两个时辰 还不见出来 怕什么 他兵拜三界之地 女皇可是一直耿耿于怀 我就不相信他能说服了母后 把皇位传给他了 宣元昭西冷笑 皇室的男子 从几十年前开始便没有活过十岁的 他的亲哥哥是头一个 自小兄妹俩感情也极好的 只是后来 他让哥哥把吴征送给他 叫他擒杀殷杀 哥哥都没有答应 他便耿耿于怀了 再后来 哥哥对韩子卿的例外 更让他气愤 东秦皇室历史上 出现过多少痴情种子 要美人不要江山的男人 他自然是要提防的 免得宣元黎哥有朝一日 把东秦都给了韩子卿 宣元昭西看似不着急 实则复在背后的手 早已经紧扣在一起 而此时船舱里 东秦女皇宣元清晴 端坐在主位上 穿着很朴素 却自有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 四十左右的年纪 包养得极好 肌肤吹胆可破 五官惊最极了 一双单凤眼 凌厉冷傲 从外貌上 根本看不出她的年纪 只有从她眸中 脸尽繁华的深邃 身上岁月沉淀下的韵味 才知她的年龄 这位十三岁登位 统领东秦二十多年的女强人 绝对不是一般人 宣元黎哥正亲子摊开 一幅龙渊大陆地图 东秦女皇冷眼看着 许久才款不下来 戴着长长大红纸套的手指 点在东秦北疆大门上 你的意思是这里 嗯 只要西京和西楚战争不止 我们便有机会 匈奴那里 我已经谈好了 宣元黎哥淡淡道 军北越到了南兆 就别想走 至少在匈奴动手之前 他休想离开 休想调兵遣将 东秦女皇和等聪明人 一听就明白了 手轻轻落在宣元黎哥肩上 突然就笑了 儿子 那你怎么还在这里 别告诉母皇 你也想去南兆 战事没有那么快 南兆王也不是完全不用提防之人 楚飞燕很快就能吹枕边风了 宣元黎哥淡淡解释 却没有看东秦女皇的眼睛 是吗 朕都亲自来了 你是不是该回去 守好咱们大秦北疆了呢 东秦女皇笑着 突然觉住宣元黎哥下河 逼着他看向他 皇儿 你什么时候 学会跟母皇说谎了 说谎 宣元黎哥立马否认 母皇 儿臣不敢 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 你连韩子晴那么个人物 当初都敢放走 还有什么不敢的 东秦女皇冷笑着 将宣元黎哥的下河越抬越高 宣元黎哥却还是面无表情 我没有想到他会是那样一个人 阿黎 你可别告诉母妃 君北越相中的女人简单得了 东秦女皇又笑道 这话一出 宣元黎哥的眸光皱冷 而与此同时 大周期皇子君北药 从旁边缓缓走出 他一袭蓝袍 打扮得非常精致 掩饰了与生俱来的皇子尊贵 倒是多了一份高等的精致 他看着宣元黎哥 唇叛勾起一抹 奸诈冷笑 他恨 他恨宣元黎哥当初心软 恨宣元黎哥当初的警告 这一辈子 除非是他死了 否则他要么娶韩子情 要么杀韩子情 不管用什么手段 一定要把腹下之痛这个仇爆了 宣元黎哥还能解释什么 君北要见了母皇 该说的全都说了 不该说的也全都会说 突然 冷不防啪的一声响亮 冬情女皇一巴掌摔在宣元黎哥脸上 力道之大 直接让他后退了好几步 苍白的脸立马肿了一侧 翅膀硬了呀 胆敢瞒着我那么多事 当初你从宣元昭西手上救了他 也多的是机会可以杀了他 宣元黎哥 朕是怎么教你的 你统统抛到脑后了吗 你太让朕失望了 冬情女皇直指宣元黎哥 凤眸凌厉 一脸很绝 说 小时候 朕是怎么教你的 他冷声 要一个回答 母皇 让他出去 宣元黎哥淡淡道 不需要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西皇子就是朕的人 你说 小时候朕是怎么教你的 宣元黎哥沉默了许久 终究是开口 黎哥命短 等不了 封敌能杀便杀 不留后路 这话一出 军北药顿时大惊 命短 这个常年服药的家伙 真的有病啊 命短 到底短到什么程度呢 他没敢多问 如今 他恨不得宣元黎哥早点死 因为他知道 之前他没对韩子晴下手 之后更不会 很好 你还记得就好 韩子晴可是敌人 东秦女皇质问 宣元黎哥又是沉默 东秦女皇耐心等着 对于自己的儿子 他最是了解的 只要把他骂得无话可说 他便会服 便不会争 可谁知 许久之后 宣元黎哥却突然抬起头来 清冷的脸上不见表情 可说出口的话 却让东秦女皇 暴跳如雷 韩子晴是我朋友 他欣赏子晴 秦义天赋 欣赏他爱恨分明 不暧昧地为人 喜欢 喜欢他在人前 板脸连肃 在人后 会静自傻乐偷笑 然而这一切 都不是那个女人 给他最致命的吸引力 而是在无业深剑悬崖中 他为三军大战 弹奏战起助威 却见兵败 断了魔争一根弦 那一刻 他看到那个女人眼中的心疼 那一刻 那个女人对他说 将不死 必有再战之日 将军不死 总会有再大战的一日 那个女人永远都不知道 那是他第一次 看到别人心疼 就连眼前这位母亲 都不曾为他心疼过 东秦皇子必死 似乎已经是一件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没有人会惊讶 会惋惜 会心疼 更没有人会难过 就连同他的亲妹妹 轩辕朝夕 都怕他不死 怕他争这皇位 这条命 苟延残喘这么多年 只有韩子清一人告诉他 朋友要惜命 十多年的心思 全砸在三界之地 那场战争中 为何他会承诺 这一战之后 把秦义 黎商 全都交给韩子清呢 因为那一战 成和败 都是他在东秦的终结呀 败了 他根本就没有命再继续 而成功了 他只圆梦 所有的功绩 都要归于将来 要继承皇位 需要军心 需要民心的轩辕朝夕 却因为子清那一句话 他在母皇面前 又搏了一把 打了北边匈奴的主意 只是他没有想到 子清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弹出黎商 他更没有想到 韩子清的生母 正是慈夫人 黎商是有秘密的 他破不了 子清一定破得了 如今唯一庆幸的是 军北要对子清的 身世之谜 一点也不知晓 美香之毒 脸上的秘密 全都不知 否则 他这辈子 或许真的会亏欠 那个女人吧 母皇若是出手 对于天下任何女人来说 都是一场灾难 听了轩辕黎歌的话 东七女皇愣了 这样的回答 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朋友 朋友又怎么样 轩辕黎歌 那你回答着 大洲药王妃 可是我东秦的敌人 女皇追问道 轩辕黎歌谋光 瞬间黯淡 药王妃呀 连她自己都一而再地说过 他们是敌人 东秦女皇朝军 被要撇了一眼 纯盼勾起一抹冷意 冷冰冰道 阿黎 回答着 是 轩辕黎歌比任何人都清楚 韩子晴对于军北月来说 那是如虎添翼 而他身世之谜 于军北月也极有可能是一大助理 当初在大理寺门口 他就想过了 很好 你清楚了 这件事从今以后不需要你过问 你该去北江了 东秦女皇冷冷道 轩辕黎歌一言不发 没有拒绝 也没有答应 起身就要退 然而 东秦女皇却立声 回答着 明白了吗 轩辕黎歌微微一顿 不得不答 明白了 很好 来人 送太子去北江 没日报告行踪 东秦女皇认真道 这个时候 轩辕黎歌才缓缓退去 人一走 军北要连忙凑上来 恶意奉承 女皇大人 好魄力啊 七皇子 朕最恶心 溜须拍马之人 你说你上一次看到的图腾 是什么样子的 东秦女皇淡淡的 阿黎的事情 能瞒过她的眼睛吗 你不见证明了 我看了 什么事 我看了 你不见证明了 你不见证明了